今天為你們介紹這一套書 是宮崎駿的一套書 然後我在台灣買了好幾本 它總共有20本 然後全部的 它那個全套的書的那個書名都在這裡 然後很多人瘋狂這個啊我也知道為什麼 因為從小看到大嘛 然後長大以後 小孩子其實也很喜歡看耶 這次買了以後啊小朋友就看了 看了以後呢我們家是不看電視不看影片的 可是因為書看懂了以後呢 我就讓他們看那個影片 然後書的內容跟影片是完全就是搭配在一起的很棒 那我覺得那樣子變得更更就是有更深入的一種了解 因為看到他們那個動畫在動然後講的話 誒又活了一些 然後我想給你們介紹這一套書 因為我們家的小朋友很喜歡 六歲跟四歲的都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他們弄的那個黑字白子 字看得也很清楚然後字也不會太小這樣子 算是很正常的敲良書的一個大小 所以很適合來練習讀中文 裡面畫得很美好 因為這個畫家其實很有名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就是用的用的詞也是非常簡單的 然後我到時候就是會播一些影片 讓我的六歲跟十歲的念給你們聽 然後可以就是讓他們遮住注音來練習 念字這些字完全不難 那如果你把就是漢字五百練習一下 還有很多人在做那個四五快讀 練習一下然後再加上就是日常有在念的話 那很快的自己就可以獨立念這本書了 除了一些小小的這邊一個就是幾個生字這樣子 那我覺得有增加生字也不錯 好那我就念幾頁給你們聽 然後下面我會播一些影片 給你們看就是小朋友要念的影片 這樣子 爸爸這個地方好棒喔 很棒吧 爸爸 小月跟小妹說道 眼前是一大片田地與綠色的森林 感覺好像會發生什麼好玩的事 小月跟小妹都覺得很興奮 好了我們到囉 聽到爸爸的花姐妹倆從車上跳了下來 在雜草蟲生的院子的另一邊 有一棟破舊的房子 看起來啊已經好幾年沒有人住了 哇好破喔 好像一間鬼屋喔 可是呢小月跟小妹啊一眼就喜歡上了這棟破房子 小妹你看那邊 小妹你看那邊 小月啊指著房子旁邊 像山一樣茂密的樹 樹林 最上面啊有一個好大好大的樹 好大喔 姐妹倆啊抬頭看著 那是森林的張樹喔 爸爸一邊推開房子的推門一邊說道 好了先去把後門打開 爸爸說完啊便把鑰匙交給了小月 看他們住在森林裡面 小月跟小妹啊飛也似的跑了起來 他們啊跑到後門把生鏽的鎖打開 奇怪 裡面黑漆漆的 正當兩姐妹這麼想吃 沙沙 突然一大堆黑黑的球狀物呢 同時逃向廚房裡面 你你你剛才有看到嗎 嗯 會不會是妖怪啊 姐妹倆啊互相看了一眼 然後呢放聲大叫 哇 但是廚房仍然靜悄悄 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們啊提心吊膽走了進去 可是好像什麼都看不到 當他們啊正在東莊西望的時候 爸爸走了過來 好了工作工作 接下來去把二樓的窗戶打開吧 上二樓的樓梯在哪裡啊 咦二樓有樓梯嗎 姐妹倆啊眼睛閃著光嗎 興致勃勃地跑去尋找樓梯 在這邊給你們看一下她的照片 你看姐姐跟妹妹去尋找樓梯 尋找半天還跳舞 這邊早來早去 早來早去 然後她說 欸小梅我找到了 你看她的字都用得很簡單吧 所以龍貓這一本書是大家很受歡迎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TOTORON 然後她還有很多別的 然後 嗯 波妞那一本 現在我老大在讀 所以沒有在我手上 她現在 在另外一間房間讀書 然後 嗯 這邊 有 她的這個 其他的書給你們 她前面都會介紹一下人物 這樣子 人物介紹以後就會開始故事 然後畫的風格都一樣 應該是同一個繪畫家 給你們看看裡面的圖 然後我喜歡他們每一頁都是這樣 弄得很簡單 就是 上面字不多 然後圖畫很多 圖畫跟那個字的比例是等於一對相比 然後 很適合做橋樑書 然後我喜歡就是 大部分橋樑書很多都是 把它變成就是小小的一個故事一個故事 可是 這個的話就是 等於是像看電影一樣 真的是好長的一本這樣子 好長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對小孩子的專注力很好 那如果 你們就是 開始有讀橋樑書的 我會很大 就是 很推薦這個 因為 故事都很經典 然後也是 我們 小時候有讀過的 這是另外一本 這些是我在台灣的Costco買的 然後Costco不是每一本都有 它只有五本 然後我會收集全套的 雖然有一些比較成熟 可是我覺得 就是 欸 長大了也可以讀這樣子 而且像我們這個年紀也很喜歡讀 這邊 給你們看 欸 喔這個我的 我的這個 放煩了 不好意思 這個你們英文的應該知道吧 它好像叫做 Kiki's Delivery Service 在美國也是很紅的 這幾本都是比較 比較 就是 受小小孩歡迎的 嗯 這個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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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玻妞 喔我有它的 我有它的書套 愛上 的國牛 這裡面書 被我的 女兒給拿走了 然後他們還有就是漫畫的 我還沒有買漫畫的來看 本來想要嘗試一下 可能會買幾套試試看 然後如果好的話再給你們看吧 這樣子 那 嗯 嗯 就先這樣了 反正這套是 很好拿來收集 它很重喔 因為它是精裝的 然後 本子也不小 你看我的手 這樣子 平常 平常的 橋樑書 大概只有到這樣子 所以它比 平常的橋樑書 多 多一倍吧 嗯 所以裡面的圖畫 就是 你也想像得出來 就是比較大 然後字其實也很大 跟平常橋樑書的字 是一樣大 可是 圖畫很大 然後 那個 每一頁的質感 很厚厚的 所以書屬於是蠻重的 一本 要記得的話蠻重的 連這五本 我覺得提的我都重死我了 一本 一百一十頁 差不多一百頁吧 後面還會介紹一些 其他的 好可愛喔 其他的東西 像他們這邊有地圖 龍貓的地圖 反正就是做得很好 然後我很推薦 這樣子 嗯 是很好的練習 讀物 好今天就這樣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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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